缅北冲突暂时落下帷幕,三方武装达成停火,中国也拿到了脚漂港。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纵观史书,历史两个多月的紧张态势,在中方的斡旋与积极推动之下,终渐缓解。 2023年1月10日至11日,一个重要的和平对话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展开,标志着这场冲突的转机已经出现。 据报道,缅甸政府军代表与位于缅北的几大民族第五组织,国改、德昂、若开等的代表齐聚一堂,为和平而谈,在中方的见证与促进下,经过一番紧密的磋商。 各方达成了正式的停火协议,在协议中,双方一致同意立即实施停火,避免进一步的战事。 其中包括约定,军事人员将立刻脱离接触状态,以降低任何可能的摩擦与误解,以保障当地居民的安全,也防止冲突可能的进一步升级。 更为重要的是,缅甸政府军与三家民地五组织都向中方做出了承诺,绝不损害中方边民及在缅项目人员的安全,考虑到中缅边境地区的居民和中资企业近期承受的压力与困难。 这一承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彰显了各方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的共同愿望。 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希望缅甸相关各方认真落实业以达成的停火协议,这说明当前缅甸内战已经落下帷幕,双方的此次接触有效,接下来可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谈判,商议一些事物的处理办法, 例如如何处理地方武装,双方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相处等等,在这里小铁注意到。 发言人提到中方院继续为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就是说此次能够成功促成和谈,中国不单只是调解, 还将付出一些行动,帮助双方更好执行停火协议。 在和谈的基础上,双方承诺立即停火止战,但是缅甸内部军阀林立,所以个人认为,可能真正的和平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在缅甸出现,拒不完全统计。 在缅甸北部有大约17支民地武,其中包括国杆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若开军,克勤独立军,蒙拉军,有一些民间武装处于半中立状态, 例如瓦邦联合军并没有和缅甸政府军发生正面对抗,但是也不愿意接受和谈。 个人认为,一些较大的武装力量愿意和谈,剩余一些武装力量也将无法兴风作浪,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当一群暴徒失去首领的时候,他们就无法再对稳定政权构成威胁。 中国为什么要出钱出力,帮助缅甸平息内乱,在2024年1月3缅甸炮弹飞入中国境内,导致多人受伤,这说明缅甸内战会对中国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所以中国有必要及时叫停。 其次缅甸地区的混乱,可能会导致整个东南亚地区陷入动荡不安,这对于中国而言并非一件好事。 简单来说,一个稳定和平的发展环境,不只是中国内部稳定就可以,还需要周边国家也保持稳定。 停火协议还明确指出,为解决的争端和诉求,将通过和平对话的途径妥善处理。 这意味着,缅北冲突暂时画上了句号,为缅甸国内各方面可能存在的矛盾和分歧,提供了和平解决的框架和路径,这一机制的建立,预示着缅甸在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和地区冲突上,或将迈入新的和解与对话阶段。 这几年,大家一提到缅甸,脑海中就会浮现战乱、毒品、诈骗等词汇。 缅甸也总给人一种很混乱的感觉,其中,此次缅北冲突的导火索是国感同盟军联合其他民族武装力量,对缅甸政府军发起攻击,战火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这次冲突给缅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大量平民伤亡,房屋等基础设施被毁,学校纷纷停课,店铺关门歇业。 当地居民根本无法正常生活,在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人被迫离开家乡,超过三十多万人流离失所。 而许多企业也因为无法正常运行而最终倒闭,旅游业严重受挫。 缅北整体的经济迅速衰退,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民不聊生。 另外,缅北冲突的爆发,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缅北和我国云南省相邻,冲突就发生在距离中国的边境地区不远的地方,导致中国边民整夜担惊受怕。 因此,中国自缅北1027战事爆发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各方采取沟通的方式解决分歧,然而此前并未收到明显效果,甚至缅北冲突的炮弹都落到了中国境内,造成中国五人受伤。 此外,中缅两国的贸易通道也传来爆发激战的消息。 许多经过此地的货车被无人机袭击,遭到焚毁,经济损失严重。 与此同时,缅甸的许多难民也纷纷躲到中缅边境,给当地的正常社会秩序带来不小的压力。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文化,宗教差异较大。 缅甸政府在处理资源配置方面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日积月累导致矛盾越来越多。 由于缅北地势错综复杂,缅甸政府对有些地区的控制力度薄弱,因此当地滋生了一些民族武装力量,他们为了争取到更多的自治权,通过反抗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因此,缅甸光是内战,就持续了70多年,存在着短时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 近年来,中国在推进其一带一路倡议下,通过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扩展全球影响力的战略中,缅漂港的开发成为了一项关键工程。 去年年12月26日,中国与缅甸签订了一项续租该港口99年的协议,将缅漂港塑造为一个对西南地区乃至华中地区具有重要意义的出海通道,表明了中国减少对传统马六甲航线依赖的决心。 缅漂港位于缅甸西南部的安达曼海岸。 地理位置优越,距离中国的云南省十分接近,一旦缅漂港项目完工,将直接促进中国制造产品通过印度洋更有效地进入国际市场,这不仅仅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也标志着中国在实现其国际贸易多元化战略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尽管缅漂港的开发计划自2007年就已提上日程,期间进展曲折,中国原先计划建立一条铁路和公路交通网络,以连接云南省的昆明与缅漂港,然而双方谈判多年,直到2018年才达成了初步的50年租赁协议。 遗憾的是,缅甸政府变动,新上任的敏昂来政府未能使该协议取得实质性进展。 缅漂港,这个位于缅甸若开帮缅漂经济特区的东南方小岛,正逐渐成为中国绕开马六甲海峡,直通印度洋的出海口,马六甲海峡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能源运输瓶颈,而获得缅漂港的经营权无疑是中国突破这一瓶颈的重要举措。 这一战略布局不仅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同时也提升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 然而,获得缅漂港的经营权只是第一步。 为了充分发挥缅漂港的潜力,中国还需要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大量的投资和建设,特别是修建从缅漂港到云南的铁路或高速公路,这将极大的提升缅漂港的物流效率,使其成为连接中国西部与印度洋的重要交通枢纽。 未来,缅漂港有望成为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贸易往来的重要门户,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将因此迎来新的机遇。 对于中国而言,缅漂港不仅是一个出海口,更是一个连接内陆与海洋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中国在缅漂港的建设也将为当地带来显著的益处。 除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外,还将促进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这对于提升中缅关系,实现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的石油严重依赖进口,大多数都是从中东进口,但是要把中东的石油运到中国,就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 每天经该海峡的船只中有60%来往中国,中国进口石油量的80%以及进出口物资的50%要经过海峡。 一旦马六甲海峡出现突发事件遭到封锁的话,将会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各种运输。 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经常在马六甲海峡进行军演。 演练如何封锁该海峡 缴漂港项目的建成,可以让中国以后的石油、外贸等各种运输避开马六甲海峡,不再受到供货中断的威胁,还可以很大程度上缩短运程,节省时间,规避风险。 从缴漂港出发,走向印度洋,已经逐渐成为各方共识,缴漂港,这个中文译为缴洁、漂亮的地方,将成为实现中缅两国开放梦想、海洋梦想、富强梦想的崭新起点,改变两个国家的命运。 感谢观看